一只飘香的鲁鸡曾让仙桃式毛嘴针声名远扬 如今的毛嘴与广州名载女裤和浙江运屋媒体女裤形成了三组鼎立的格局 号称中国中部的女裤之都 该地以休闲女裤为代表作 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布料从智能掉挂系统收送 通过一系列高端新进的生产设备将前代后代 前腰后腰脚口和缝等到夺去进行完美同志 很快打造出一条条女裤 凭借原创的设计 丰富的版型 较低的成本 毛嘴女裤也很快在市场上打出自己的银片天地 曾经不少毛嘴人在广州 湖汉汉川等地开办服装企业 如今深挖归艳经济 越来越多的毛嘴裁风选择回销学金 实现了低价比 成本低 员工可以在家人口工作的体面 对此你怎么看